哎 当时我买都买上了四两 又养了这么久 换了你 肯做这赔本买卖呢 哎呀 老板娘 您就行行好 三两银子卖给我吧 我儿子病大半年了 家里实在拿不出多的银子了 求求您了 嘿 不卖 也不看这丫头什么姿色 整个石竹线也找不出第二个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要不是又哑又残 我二十两都能买 哎 老板娘 求您发发慈悲 咱们青山镇穷啊 三两银子买糙米 都够一家人吃整年的了 谁舍得用来买这么个 一看就啥也干不了 没准孩子都不能生得瘦丫头 您就卖给我吧 去去去去去 买不起就趁早走人 别挡着我做生意 满街的嘈杂声和讨价还价声中 顾生一身粗布衣裳 蓬头垢面 以极屈辱的姿势 跪在冷硬的地面上 然后她在末世艰难生存几年 什么苦都吃过了 这会儿还是难受的几乎无法忍受 但更让她难以接受的 还是四周围观的人们看她的眼神 女人们都是满脸的妒忌鄙夷 男人们则都是满脸的贪婪淫血 一看就是个骚狐狸 难怪会被当家太太弄得又残又雅 卖到咱们这山沟沟里来 就是肯定不是偷东西 肯定是勾引老爷少爷才落到这个下场 活该 这小娘们长得比县里的花魁娘子还漂亮 他家老爷少爷怎么舍得的呀 我当然见过花魁娘子 就去年花魁娘子跟县里的王大老爷 有何时见到的 真的 顾生不由想到了他没穿来之前 末世长得漂亮又没有自保能力的男女都是这样 被当作货物任人挑拣 一块压缩饼干就能换他们的身体 顾生自己还算幸运 没有变成丧尸 而是觉醒了异能 再加上做了几年军医 有着一身过硬的医术 因此在普通人渐渐都死缺 只剩疯狂的丧尸和异能者们后 至少还能活下去 我在末世都没受过的屈辱 如今 竟在这样一个穷腔屁上 这样一群愚昧无知的人身上瘦了 只恨我的异能 所以也跟着一起穿了来 却因如今身体太过虚弱 根本没法驱动 不然我岂能说咽下这个气 哎呀 行了 别说了 卖给你 耳朵都快被你捻聋了 哎呀 真是太感谢您了 这是三辆银子 您看一下 太好了 我们就去把买买文书办了吧 我儿子还在家等着呢 顾生也松了一口气 虽然如今买他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好的 但只要能让他吃饱睡好 有一定范围的自由 他愿意先跟买他的妇人走 大不了回头再找机会走人就是 好孩子 我知道 你肯定吃了很多苦 这会儿也肯定又累又饿 等待会儿到了家 你和我家老司拜完堂 就能好生吃一顿 好生睡一觉了 你再坚持一下 别怕 我不是坏人 我夫家姓赵 娘家姓柳 就住在前面的赵家村 今儿之所以带你回去 是因为我小儿子病了 他早就订好亲事的人家反悔了 不肯把女儿嫁过来 我和他爹到处找人都找不到合适的 这才会 顾生静静看柳氏柳云香表演 他后半段话应该是真的 并不是方才为了杀嫁骗牙婆 但他前半段话到底真有几分善意 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反正顾生肯定不会信的 曾经有血缘关系的表姐为了活下去 都能背后捅他刀子了 何况一个陌生人 看我竟忘了你不能说话 总之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拿你当亲女儿疼 老四也敬你疼你 保证你以后都能过好日子 若老四没能 那也是我们母子的命 我也不怪你 只要你好生给老四守着 所以说来说去柳云香买了我 我就一辈子都是他儿子的人 他儿子活我得跟他过一辈子 他儿子死我也得给他守一辈子 这也太狠了 就算你真犯了错 你家太太打你一顿再卖了就是 何必非要把手给你弄断 喉咙还给你弄哑呢 你这到底犯了什么天大的错了 不过你也放心 那倒是过去的事了 我们家不会计较的 何况也未必是你的错 早年我也在大户人家待过的 知道当丫鬟吓人的苦 也不知你这手和喉咙还能不能治了 可惜如今家里没钱了 不然让大夫给你瞧瞧 说不定还能好呢 他何尝不想知道园主之前遭遇了什么 他直觉并不是像牙婆说的那样 肯定另有隐情 可惜他一来便发现 园主的记忆自己丝毫都没继承到 连园主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这样也好 他可以不用有任何牵绊 这一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了 好孩子 这便是你的相公阿盛了 他才十八岁 打小就聪明好学 夫子们都说将来肯定能有大造化 可惜因我当年早产 他打小也身体不好 三年前正要参加县世时 偏大病了一场 没能赶上 就盼着开了年再下场时 能一次高中 谁知道他太刻苦 生生把身体熬坏了 柳云香这大半年以来 该流的眼泪早已流干了 眼下难过归难过 倒是很快就平复了 好孩子 你就在这儿守着你相公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来 再给你烧锅热水 你好生洗个澡 怎么样 顾生早已饿得胃都要静暖了 双腿也软痛得不是自己的一般 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 只不过他忍耐惯了 一直没表露出来 这会儿听得吃的两个字 他忍不住分泌口水 第一次回应柳云香 宠他点了个头 哎 那你等着 我给你煮鸡蛋面去 说完见顾生又点了个头 便放心地出去了 顾生这才脱力地坐到 赵胜床前的长凳上 等顾生稍微缓了过来 私下看了一圈 目光虽又落到了赵胜脸上 这回离得更近 便发现原来赵胜比方才乍一看 还要好看许多 长眉入病 鼻梁高挺 睫毛还又密又长 嘴唇也薄耳有形 哎 就是可惜啊 命不久矣 顾生来这里这么久 第一次吃饱喝足 又在柳云香的帮助下 痛快洗了个澡 只觉浑身每个毛孔都舒坦了 更让他惊喜的是 他发现 自己好像能驱动一点 体内的异能了 那岂不是意味着 再要不了几天 他就可以给自己解毒治疗了 四嫂 你长得也太好看了 四哥明儿若真能醒来 见多了这么个漂亮娘子 还不知道多高兴 你这还只是随便洗了洗 换了身衣裳 若实在好生打扮一下 不跟跟仙女下烦一样了 顾生让他夸赞得 难得的不好意思起来 这么直白的夸赞 他真是好多年都没听过了 顾生虽对他笑了一下 赵修立马捂住了胸口 四嫂你快别笑了 我心跳都要让你笑眉了 也就是我也是女子 你又是我四嫂 不然 我一定要抢了你回去 给我当娘子 顾生越发好笑了 原来他这便宜小姑子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眼狗 不一时 赵家其他人 陆陆续续回来了 顾生也因此 见到了赵家大家长赵铁生 赵家三个儿子 赵木 赵林 赵森 大嫂张昭定 二嫂朱春花 还有四个孩子 赵铁生对顾生 倒是挺满意 上下看了一眼后 便与柳云相导 他娘啊 既然有了 你准备一下 晚上就给老四拜堂成亲吧 知不定明儿老四就醒了呢 赵木与赵林 不好盯着弟媳妇看 又当着父母的面 就算心里有不满意 面上也没有表露出来 张昭定与朱春花 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毕竟赵盛又不是他们的弟弟 张昭定先就夸张笑道 还是娘会找 我们到处找 都找不到合适的人 娘就去一趟镇上 就把四弟妹带回来了 看来娘和四弟妹 真是有缘呢 朱春花跟着笑道 就是 哎呀 也是四弟与四弟妹有缘 不过 四弟妹这么瘦 又不能说话 不能做事 三两银子会不会太贵了 咱们家呀 如今不比从前 再养不起闲人了 这些年赵圣念书和生病 花的银子已经喊了去 如今还要娶媳妇 一看就是个狐媚子 往后还不知道 要生出多少事来 轴里两个这话一出 赵铁生和柳云香的脸色 都不好看起来 但不等卯两口开口 一旁赵森已先笑道 四弟妹这么漂亮 三两银子贵什么贵呀 我记得当初 大嫂二嫂过门时 家里可光彩礼 都六两银子 还不连其他衣裳 首饰 猪蹄糖饼什么的 算下来都几个三两了 这么个漂亮女人 三两银子贵什么贵 正好老四活不成呢 等一办完丧事 我便接收了美人 赵森目光一路往下 看到顾生胸前 只差一马平穿 暗暗可惜 美人虽美 但这身材实在是太干憋了 怕是抱着都割骨头吧 明明就是个又瘦又小 还又雅又残的姑女 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眼神 赵森不敢再看了 信信地移开了目光 哼 就算我虎落平阳了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随意欺凌他 三哥说得对 三两银子 比起当初大嫂二嫂进门 家里花的银子 又算得了什么呀 何况 现在四哥如今这样 别说今儿只是要三两银子了 就是十两也是该花的呀 哟 妩媚说得可真轻巧 就是十两也该花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家多有钱 是大财主呢 四哥书念得好 将来肯定能种地 等他种了 多少银子提家里挣不回来 全家都有跟着沾光的 那谁知道 说不定是因为老四天上没这个命 都给老子闭嘴 谁再接鸡喳喳 就给老子滚出这个家 他娘 你这就带了阿绣 准备老四成亲的东西 其他的都别管了 让老大媳妇老二媳妇做 老子把臭话说得前头 谁要是干坏事 老子第一个饶不了他 赵铁生说完 便大步走出了堂屋去 柳云香也带着赵秀和顾生 出去了 难道我们以后真要白养着老四还不算 连他老婆孩子都得一块养了 家 家里从来都是爹娘说了算 肯定得听爹娘的 大嫂二嫂别生气 老四都病成那样了 肯定也是活不成的 至于那个美 丫头 我这不是还单着吗 到时候也用不着你们养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等你四哥这次好了 我立马分家 以后我们娘仨就是吃糠宴菜 也不跟他们一起过了 我倒要看看 离了我 他们能把日子过多好 将来到底是我们求他们 还是他们求我们 娘别生气 眼下四哥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四哥能好起来 分家就分家 大不了以后 我每个月多秀几样秀品 就不幸撑不到四哥高中那一日 你和阿秀坐一会儿 我去准备嫁衣和窗花洗字 柳云香说完 便出门忙自己的去了 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怎么搁我们家 搁我娘身上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娘这些年 对大哥二哥三哥 哪个不是跟我和四哥一样 不是亲生胜过亲生 全村的人都挑不出不是来 顾生这才知道 原来赵木三兄弟都不是柳云香生的 只有赵盛和赵秀是 难怪他觉得那三兄弟 长得跟柳云香和赵秀一点不像 颜值简直差了一大截 可柳云香这么漂亮 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才会嫁赵铁生这个 儿子一串的官夫 赵秀走后 顾生犹豫片刻 便盘腿坐下 闭眼条息起来 不一时便惊喜地发现 体内开始流动着一股细细的 似有似无的熟悉能量 他忙全神贯注去感知它 调动它 驱动那股力量 把自己四肢百孩都游走了一遍 在自己的双手和喉咙处 还格外多游走了一遍 两个地方总算不在 一阵一阵挣扎火烧似的痛 好受了许多 老大 你畅礼吧 别误了及时 好的爹 爹 四弟削成这样 要不别折腾他了 还是让他躺着 我替他拜堂吧 你帮你四弟拜堂 万一没用呢 还是他亲自来得好 柳云香心里火烧一样 当他看不出他赵森打什么主意呢 老三 你什么意思 巴不得你四弟再好不了了 是不是 就算他跟你不同娘 但好歹也同爹 你的心怎么就这么黑呀 赵森被说得半是心虚半是恼怒 娘才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巴不得四弟不好了 我是心疼他才不愿意折腾他的 我心疼自己的弟弟也错了 你 他娘都少说两句 眼下给老四拜堂最要紧 误了及时可怎么办 柳云香看了一眼儿子 这才把倚到嘴边的话 连同悲愤一起咽了回去 赵森也识相地没有再说 只是又看了一眼顾生 无所谓了 媚人迟早是我的 就跟老四拜个堂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何况我不是扶着老四的吗 也相当于 是我在与媚人拜堂的 念头才刚闪过 他的双眼忽然都灼痛起来 就像有火在烧他们一样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好痛 老三 你眼睛到底怎么了 至于叫得这么惨 老大 你给他看看 这瞧着没什么问题啊 老三 你真有那么痛 真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就是老三装的了 我不是真这么痛 我还装的呢 真是壮鬼了 忽然这么痛 爹 我实在痛得难受 先去拿冷水洗一洗 看能不能好点 这里我不管了 他爹 不能误了及时 就让阿秀来扶着他四哥 给老四和老四媳妇先拜堂吧 行 那就先拜堂 老大 你畅礼吧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在赵木的畅礼声中 赵盛全程由赵林和赵秀扶着 跟个提线木偶一样 所有动作都只能赵林和赵秀帮他完成 赵盛这才拜完了堂 他爹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和阿秀给老四媳妇交代几句话 再给老四喂一副药子出去 好 我们先出去 有什么就叫一声 你也别太担心 老四已经拜了堂 肯定明儿就能好起来了 好孩子 真是委屈你了 一辈子就一次的事 却这样简陋 啥也没有 你放心 要是老四能好起来 将来我一定让他都补给你 顾生摇摇头 示意自己并不介意 反正也只是暂时的 今儿的确太委屈四嫂了 水家办喜事都没有这么简陋的 以后四哥要是敢对四嫂不好 我第一个不答应 老四啊 你听得到娘说话吗 你听得到就快点醒了 娘和你妹妹就快要撑不住了 你跟他们还只是兄弟 还不是一个娘生的 可他们也不应该这么绝 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都吃定你肯定好不了了 你一定要好起来 狠狠打他们的脸 你要是真好不了 我和你妹妹肯定也活不下去 还有你媳妇 我们也只好跟着你一起去了 娘 您别这样说 四哥一定会好起来的 再说 我们不是还有爹吗 您这话让爹听见了 心里得多难受 那也是你爹的亲儿子 还是三个 还有那么几个孙子孙女 我们母子三个又算得了什么 顾生既不能说话 手也不方便 安抚不了他们 便只凑到药碗前 闻了一回里面的药 可惜那药已淡得 几乎闻不到药味 还不知得已熬过多少次水 他没能闻出各所以然来 看来别起双手 我更该先把喉咙治好 至少得能简单说话才行 不然光靠异能治疗 没有药物配合 最后我们两个都别想好 柳云香情绪平复下来后 眼见时间已不早了 便与顾生道 老四媳妇 今晚是你和老四的好日子 我和你妹妹都不方便留下 就辛苦你照顾老四了 我去给你弄条厚被子来 你凑合一下 明晚我一定想法子 再弄张床来给你睡 顾生仍是摇头 表示自己不介意 厚被子呢 甩稻草多少条街了 等他今晚好生睡一晚 明儿起来 肯定就能驱动 更多更强的异能了 此日清晨 顾生是在鸟儿的叽叽喳喳声中醒来的 四周陌生的环境让他震了一下 才反映过来自己是在哪里 索性赵盛睡得很安稳 呼吸和脉象也比昨儿有利了不少 没有枉费顾生昨晚临睡前 强撑着以异能又给他浑身都过了一遍 顾生松了一口气 忙盘腿坐了 调膝起来 果然惊喜地发现 他体内的异能比昨日强了不少 那股能量温热地游过他的经络时 他简直舒服地想叹息 这个材质好照我睡了一天一夜 并有这样的效果 看来要不了解身 我的能量就能全部恢复了 顾生仍是给自己的手腕和喉咙 多治疗了一回 才驱动异能 又给照声治疗起来 老四媳妇饿了没 这是我们这儿的风俗 亲媳妇进门第二日 都要吃一碗牢造鸡蛋 你快趁热吃吧 老四怎么样啊 好些了吗 顾生注意力已全被牢造荷包蛋吸引了 示意柳云香自己去看 幸亏柳云香在碗里放了个勺子的 顾生手腕也也好了不少 虽仍艰难 还是顺利把鸡蛋吃进了嘴里 沙氏觉得柳云香的手艺是真不赖 做什么都好吃 嗯 好吃 要不 真给她倒儿媳妇得了 柳云香已经探过 照声的呼吸和脉搏了 惊喜道 哎呀 老四媳妇 我觉得老四呼吸顺畅了不少 这气色瞧着 也跟昨儿不一样了 莫不是 她真的好起来了 顾生笑着点头 若不然 她昨日和今日 岂不都做得无用功 哎呀 真是老天保佑 菩萨保佑 不过主要还是老四媳妇你的功劳 娘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就是老四已经好多了 这怎么 还是睡着不醒呢 顾生答不了她话 想了想 希望她能看懂淳语 嗯 肯定会行的 也不知柳云香看没看懂 对 既然老四一夜就能好这么多 再过几日肯定能醒过来 肯定能好起来的 不是都说那啥 病去如抽丝吗 她都病了这么久了 肯定不能三五天就大好 咱们安心等着就是 正说着 赵秀和赵铁生也来了 娘 是不是四哥好些了 是好多了 脸色都好看多了 肯定很快就能醒过来的 真的 果然脸色好多了 赵铁生因为顾生已经是自己儿媳了 不方便进屋 在门口听得照声好多了 也是高兴地直搓手 老天开眼 菩萨保佑 晚间 柳云香便特意给顾生做了鱼汤 配着白米饭和炒腊肉 顾生只吃了满满两大碗才停下 老四媳妇 你爱吃这腊肉啊 娘明儿给你继续做啊 你也别管那些烂舌头的 随便他们怎么说 你都当没听见 万事有我呢 一天三顿 柳云香都是肉鱼鸡蛋 又是白面条米饭的给顾生做 镇上几家大户都没这么吃的 张昭帝和朱春花 怎么可能不指桑骂怀 叽叽歪歪 顾生便是一整天都待在赵圣房里 也听到了几耳朵 柳云香和赵秀听了多少 可想而知 但顾生只是点头 他正是需要吃好睡好 补充能量的时候 才能支撑他一天三次的用意 能为自己和赵圣治疗 张氏珠是要急歪就急歪吧 我会治病 四嫂 镇上的大夫早就不肯来咱们家了 就算知道四哥如今已经好多了 大夫肯来 家里怕也没钱请大夫来了 四嫂是想大夫来时 顺便也给你自己瞧瞧吗 顾生这才知道赵秀搞错了 忙摇头淳雨 我是想去后山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草药 我会治病 几乎是一字一顿 脸比带滑 终于让赵秀弄清楚了她的意思 原来四嫂是想去后山啊 行啊 我带你去 那四嫂等着啊 我去与娘说一声 马上就出来 四嫂看着年纪比我还小 又这么瘦弱 哪像是会治病的样子 再说 若她真会治病 怎么不先给自己 治一只手和喉咙呢 赵秀离开院子后 顾生在原地活动了几下身体 就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 他直接看过去 就对上赵森直勾勾 并不掩饰其意图的目光 就算老四暂时活过来了 就他那个打小病病歪歪的样子 也肯定活不成的 美人终究会是我的 看来 昨儿有人的眼睛没通够 教训也还不够 才敢又拿这样的目光看我 他正要驱动异能 赵秀回来了 四嫂 你还让我们早去早回 顾生感觉到赵森已经离开了 看来他在人前还是要脸的 这才把异能收了 姑嫂两个出了门 一路往后山走去 唉 我终于不用看那个严重孤沙 黄土漫天的世界了 还能像眼下这样 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欣赏美景 四嫂放心 这个时节 蛇虫书以什么的都少了 你只管放心走你的 我会保护你的 明明自己都害怕 还想保护我 这赵秀是个什么神仙小姑子呢 他索性释放出少量的异能感知 远的不说 至少几丈见方以内 任何蛇虫虫乙都别想攻击他们 姑嫂两个就这样一路上了后山 四嫂 我没再往上走过了 我们别去了吧 听说再往上走很危险的 野狼狗熊什么的都有 村里男人们都得成群结队 才敢往里走 正是因为很少有人往里走 我才要去呢 方才一路上 别说药材了 就连个野木尔 野核桃冬笋之类的山货 都没见着 不往里走 这趟山可就白上了 可问题是 要怎么才能说服赵秀呢 顾生泛起愁来 周梅想了想 有了主意 她虽假意冲赵秀点了头 已是自己把她的话听了进去 却趁赵秀不注意 飞快地用小臂在她后颈处极有技巧地一拍 赵秀便失去知觉 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顾生忙上前 把她拖到一棵大树旁 靠在那儿 又用异能把周围都清理过 确保不会有什么蛇虫野兽伤到她 这才大步往山里走去 我竟然 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可能是这阵子太累了 四嫂 你可别笑话我 我以往不这样的 顾生见她一脸的难为情 笑着摇头 她自己最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何况这些日子照秀的确身心俱疲 能休息一下也是好的 顾生随即指了地上的芭蕉叶 以淳语告诉赵秀 这个是我才找到的 五妹帮我拿一下 赵秀不认识灵芝和野山参 不但她 只怕整个赵家村一带都没几人认识的 不然就算长在深山里 只怕也轮不到顾生去采摘 四嫂 这些是什么 你找到的草药吗 四嫂可真厉害 顾生笑了笑 等她捧起芭蕉叶后 一起回了家去 阿秀啊 老四媳妇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们了 饿了没 饭我给你们揹在锅里了 你们洗了手就可以吃了 都怪我中途觉得累 咪了一会儿 才回来吃了 娘 这是四嫂找到的草药 四嫂还说 她会治病 等四哥吃了药 肯定过两天就能全好了 柳云香确实认得灵芝和野山参的 惊喜道 哎哟 老四媳妇 你哪里找到这些好东西的 这可都是大补的 我待会儿就熬了 给你和老四都好生补一补 顾生忙摇头比划 赵盛现在须不受补 他最需要的也不是补身体 当然是直接卖了更划算 柳云香半天才明白了顾生的意思 呃 卖的话 这两样合起来 应该也只好几两银子 明儿我就让你们爹带着 去镇上的医馆问问 啊 不让你爹去 你去 老四媳妇 你是这个意思吧 行吧 你去正好让大夫给你瞧瞧 看看你这手和喉咙还能不能治了 那就明儿一早 我带你去镇上 你们打哪找来的 王后若还有 只管送来 只是价钱给的不如柳云香预料的高 只坑给五两银子 呃 要是这灵芝生长的年头再久些 这山参也再大些 还能够多给你们几两 如今只能这个数 多了 我就不要了 柳云香是见过好东西的 文言当然要争取 罗大夫 这野灵芝和野山参可都不好找 这也就是我家老四病着 我不方便去县里 不然呢 去县里的医馆 肯定十两银子都能卖 你也是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的 现在实在困难 您多少啊 再添点吧 顾生却是暗自牙疼 他这么个大活人 居然还没两颗灵芝一珠野山深贵 还真是把命如草芥四个字体现得淋漓尽致 柳云香的争取还是起到了作用 罗大夫总算答应添一两银子 给他们六两银子 顾生就更是不知该高兴还是郁闷了 六两银子都可以买两个我了 不过算了 有了钱我就可以治手治喉咙 离自由更近一步了 柳云香拿了银子却没走 而是请了罗大夫帮顾生看手 您给看一下 我儿媳这手还能治吗 他以前也学过医的 说他这骨头可以重新接 我们哪懂这些 只能麻烦罗大夫您了 哎呀 怎么给折成这样的 也忒狠了 就算当时就给接骨医治 也不容易 现在还长错位了 要接骨 就得把已经错位的骨头 再弄断了重新接 那个痛大男人都受不了 这么个瘦弱小娘子 怎么瘦啊 而且瘦了也最多恢复三五分 比现在好不了多少 何必白花银子白受罪 还是算了吧 顾生听得罗大夫能帮自己 已经很高兴了 痛算得了什么 忙摇头示意自己不怕痛 又以眼神请求柳云香 好在柳云香没让他失望 罗大夫 长痛不如短痛 能恢复三五分 可以自己吃饭穿衣 做点简单的事 我们就很满足了 您就帮我儿媳接骨吧 灵芝和野山深 都是她找到的 卖的银子花在她身上 也是应该的 罗大夫这才不再多劝 叫了儿子儿媳们 来准备一番后 给顾生接骨来 接骨的过程 有多痛苦自不必说 即便顾生早就做好了 心理准备 也一直在以异能为自己止痛 当错位的骨头 被生生敲断那一刻 她还是痛得眼前一黑 差点没晕过去 看得柳云香满脸不忍 好几次与罗大夫说 哎呀 您轻点 轻点啊 罗大夫也是满头大汗 一开始见顾生 这么痛也没吭一声 还有些佩服她 伺候才想到 她不叫并不是能忍 而是根本叫不出来 佩服便都化作了同情 一直忙活到午后 罗大夫才给顾生 把骨头都接好 手也以夹板固定住 完成了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治疗 至于第二步 当然就是开方子后续治疗了 顾生却是摇头 示意方子她可以自己开 具体做法便是她走到药柜前 看哪位药多一会儿 罗大夫的儿子便替她写上哪位药 再根据她点头或是摇头 写明伎俩 不一时便已写好了一张完整的药方 罗大夫再次大吃一惊 赵家嫂子 您方才说您儿媳学过医 我还当您开玩笑的 便没在意 没想到是真的呀 姑娘 不 该叫赵娘子 赵娘子 你这方子开得挺老道啊 我儿子都三十好几了 也开不出来 你跟谁学的呀 顾生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示意自己现在没法说 然后继续与罗大夫的儿子配合着 给自己又开了一张解毒的方子 还给赵盛开了一张清费散结的方子 惹得罗大夫又是一阵阵的轻疑 赵娘子 红糖能解毒我知道 漏炉也能解 你这剂量会不会大了些呀 这七叶胆不是有毒 吃了轻则头晕恶心 重则腹泻耳鸣嘛 赵娘子怎么还敢入药啊 莫不是打算以毒攻毒 您瞧着也就十来岁 总不能生下来就开始学艺了吧 赵家嫂子 您知道您家儿媳真正的来历吗 柳云香也以为顾生就是那么一说 只多懂点皮毛 没想到顾生竟真会一数 虽然是我家儿媳呀 我知道的可一点都不比罗大夫您多 只能等我家老四媳妇喉咙好了以后 我再回答您这些问题了 那就过些日子再问赵娘子吧 赵家嫂子 不知道方不方便 待会儿我跟你们去一趟你们家里 我想瞧一瞧 您家老四是不是真的已经好多了 罗大夫见识过顾生的医术后 认为肯定是赵娘子做了什么 赵家老四才能起死回生 那他往后可得想法子好生 跟赵娘子学一学 才能救更多人